首先回到这边 第一件事情 我们应该要先学会 如何去计算出毛利率 所谓的出毛利率的意思 就是指我们的利润 利润被销售额来除 就是说假设100块的销售 可以得到12块的一个获利 那这个出毛利率呢 就是12% 那为什么叫出毛利率 因为其实一般来说毛利率 我们还要再减去什么管销的费用 但是我不知道说他这边到底有没有再去扣掉管销费用 所以我就把它定为叫出毛利率 那请问你 出毛利率不是也要计算吗 所以怎么算 第一我们要回到power pivot 对我们所有的计算是在power pivot里面进行计算的 接下来点选管理 好 那首先 首先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刚刚其实 我是不是有算那个 我在以色尔那边 是不是曾经在最右边增加了年更月 好 那如果说我现在我要算出毛利率 是在这里算 那你要懂这个 背后为什么在不同的地方做计算 好 其实在这个地方你要去思考 出毛利率的计算是不是 所有的销售跟所有的利润之间的关系 他算出来的数值只有一个 但是我刚刚讲说这边年 这个年就是订单日期的是哪一年 请问我们是不是有1万多个订单 你是不是要分别标注1万多个年 所以这个时候 假设当你今天是非常多个数值 你就要计算在所谓的新增栏位 这就是新增栏位的概念 那如果你今天只是要计算出一个数值 那就请你在整个资料表下面来去做 因为出毛利率是不是只有一个数值 好了 那请问加总算出来一定是只有一个数值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算在下面 那请问平均最大值最小值 是不是都只有一个值 所以我们算在这个 就是整个资料表的下面 这叫新增一个量值 那如果你要计算第几名 那就是每一个人 每一笔订单都会被编一个名次编号 好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新增资料行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 这边新增一个出毛利率 所以在这个地方 点他点点这个下面 好 你可以在这一个做 也可以在这一个做 随便 好 这个资料编辑列里面 请输入出毛利率 冒号 因为请问像这个 这一个栏是不是会有一个栏位名称 就是标题名称 可是如果你在这下面 它是没有办法放这个标题名称 所以你要自己打字打上去 好 我把这个出毛利率的这个标题就是叫出毛利率 冒号等于 那我们是不是用 那我们是不是用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把那个就是四则运算符号的前后 各加一个空格 然后接下来我的分母就是 那我们就用这个标题的标题名称 然后要选销售额了 销售额分支利润 这样子我就算好了 直接按一下inter键 那你现在看到点点点是因为这个栏宽不够宽 还有这个0.121点点点代表其实我们可以把出毛利率 这个出毛利率改成什么 这个格式是可以修改的 修改为百分比 然后小数位只有一位 好 这个出毛利率的计算就是整个全部 全部 好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说 那个所有的利润被所有的销售来除的话 整体整个公司来说 他的出毛利率是12.1% 好了 请问一下我这边这个叫做什么 就是 这一个 这个叫做 我是不是已经做完了 做完了以后就直接关掉 没错 做完直接关掉 那你会说 老师这边有一个储存 不用这么功夫 你就直接关掉就好了 然后他会说 power pivot 那边有修改 你要不要套用给power view 当然要 所以这边直接 也只能一个确定 你们给大家看 和 都不顾意 不顾意